他回到台灣之後 應該可以有一個更明確的表達 包括他在這個美國的時候 其實大家也提到台灣最近的幾分民調 然後他就說謝謝大家的支持 然後他就不想再多說 所以你可以看到 韓國瑜有一些態度的改變 當大家提到總統選舉 或者說對他肯定的時候 他是用謝謝 就是來表示他的一個態度 那我覺得韓市長這一趟的美國行 對他個人的生涯來講 應該是有意義的 包括他跟美國這麼多的學者 然後可以直接面對面 然後當學者問問題挑戰他 或者是他要在美國人面前 呈現一個什麼樣的中華民國 或者是台灣的時候 他自己也必須要有深度的思考 那我覺得這個都有助於他 他未來如果要角逐2020總統大選 他會反思他會沉澱 然後那個都會變成是他的養分 所以我基本上認為 他在Stanford這一場的演說 其實比在哈佛那場演說 他的深度跟廣度又更具備了 也有可能是時間的關係 因為哈佛那個 他是一個比較短的演說 然後重視是QA 但是這一場我覺得 我看到他通編的這個演說 他整個論述的層次非常的清楚 他從他怎麼樣是一個過氣的政客 可以變成是一個高雄市的市長 然後從高雄市長的角度 又看到了台灣的政治的亂象 然後又提到對於未來的期許 而且我覺得他最後還是不改韓式的幽默 他說謝謝大家聽我這個又老 又禿的老頭說這麼多 還有祝大家如果沒有睡著 就是未來可以過一個幸福快樂的生活 我覺得這個就是韓式風格 就是不忘自我解嘲 他也承認自己曾經是個過氣的這個政客 但是他當中有反思 他有成長 所以他現在可以當上高雄市市長 而我認為韓國瑜的企圖心 絕對不止於此 通編的演說 我認為他也期待 未來他是可以改變 台灣政治氛圍跟政治文化的人 對於餘